九號一選舉的明天投票 不少的僑胞 臺商 還有留學生都專程回臺 以大陸臺商跟眷屬來說的話 估計就有十萬人左右 而臺七聯也跟對岸國行 談妥了優惠的機票 希望讓更多的臺商能夠回臺灣投票 近千位海外僑胞揮五國旗 為國民黨候選人造勢 這場四海同心世事大會很熱烈 只是連勝文在臺北市選情告急 僑胞力挺還不夠 主席馬英九在打經濟牌 搶刮大陸臺商票員 全力動員大陸臺商反臺投票 臺七聯也和對岸國行 談了優惠機票 只是這次回來的臺商 其實不算多 大陸臺商機票有折扣 許多臺灣留學生卻因為機票太貴 沒有辦法回國 李玉德是少數專程回臺的留學生 他說是想讓臺灣有翻轉的機會 幾天前也有一群留學美國東岸的學生 PO出下跪的照片希望在臺灣的年輕人出來投票 他們說不能回去很悲情 但至少要讓結果不悲情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台北報導 好 好